墙上的磁砖贴完了以后 马上就可以铺地砖了 首先要把地面清理干净 所有的工具废料全部都要清出去 还要另找一个下料的地方 磁砖不要直接铺在原始地板上 因为这样容易把原始地板搞坏 修复起来很麻烦 而且一层原始地板它的钢性也不足 要铺一层薄板 一个quarter后的plywood particleboard都可以 然后一定要把它盯紧了 如果浴室面积很小 地面又不能铺得很厚 那你铺完薄板以后就可以铺磁砖了 要是浴室的面积很大 还要铺一层金属网 用螺钉和stabler把它盯紧 然后水泥抹平 这层金属网主要是提高磁砖和地面的连接强度 磁砖和磁砖之间不容易锻炼 对于防水那是附带的 如果地面都是水的话 水早从墙缝流到底去了 不是从中间漏下去的 如果是在地压室就简单了 直接在水泥地面上做水池铺地砖就可以了 地面准备好了以后 你要把门框修理一下 因为新布的地面一般都高 所以要把门框底下锯掉一点 量好高度画上线 然后不管用什么锯把它锯掉 铺磁砖的时候 把磁砖推到门框底下去 这样做干净利索又简单 我见过有的人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锯门框 而是切磁砖 把磁砖不是搁到门框底下 而是搁在外边 漏着一个大缝 很难看 有时地面铺的太厚了 你还要把门底下去掉一条 保重尖隙在半寸以上 以便于通风 这些都做完了以后 就可以布置磁砖了 还是先画线 这时候要考虑几个问题 先看一下整个磁砖 是不是需要对称 其实没有必要从正中间铺 可以偏一点 把材的比较碎的 放在马桶后边 水池后边 把比较整的 放在经常过的地方 能够看到的地方 然后要看一下地面上 几个孔的位置 热风出口 马桶的下水口上水口 地面上的磁砖 通常都比较大 要尽量避免 在磁砖中间开孔 要把孔放在磁砖边上 这样就容易得多 像这样的上水口 已经有开关了 如果在磁砖中间钻孔 那里套就很麻烦 这两个管子很长 而且上面拐着不同的弯 按理套是不可能的 再来就是门口这个地方 经常进出 磁砖尽量的大 不要裁得太碎了 如果都考虑好了 就把两条垂直线画出来 也可以把磁砖摆上去试一试 确定没问题了 然后就以两条线为基准 往两边铺 一般在刚起头的地方 都有一些边边角角 有马桶的下水口 甚至还有上水口 好多磁砖都需要切 尽量多切几个一块铺 尽量不要一边切一边铺 因为水泥抹上去以后时间一长 它表面会干发硬 和磁砖不粘 这样会影响质量 安装马桶的这个法兰盘 可以在铺磁砖前装好 也可以在铺磁砖后装上 问题不大 因为有一个垃圈 可以调整它的高度 好再来看一下全过程 这是浴盆 马桶下水口 上水口 很多上水管是在墙里边 地上没这个孔 当然这样最好了 为了避免在磁砖中间开孔 我们假设先从这个位置开始 然后把磁砖摆在这儿 把孔哥的角上 然后一块一块 把磁砖摆上 但这些都是整砖了 没有切过的 把磁砖摆上以后 就看得很清楚了 上面这一排磁砖 太小 切得太碎了 这很难看 而且右边这一排也很小 我们希望它大一点 不要上面这一排 所以呢 我们把整个弯左移 弯上移 把这个磁砖的整个摆在这个位置 要注意右边这一排 这个地方磁砖不能用整砖 因为门框有一个宽度 里边的地板它是铺到这儿的 最后这块磁砖应该切成这样 铺在这儿 如果用整砖 如果用整砖 磁砖铺到最后是这样的 少这么一块 再补 就很难看了 所以这一排磁砖要留住切割的余量 现在我们可以定左右的位置了 我们从这儿起 至于上下 不要在这儿起 我们要把切着点提高一点 在这儿起 因为这一排磁砖 也是要切割的 不能用整砖 不能沿着这个边弯下铺 因为这个浴盆 很可能是歪的 如果浴盆歪了 整个地面会沿着这个方向走 或这个方向走 都会很麻烦的 好 现在清楚了 把磁砖都挪开 然后来画棋子位置